這個也是一樣可以 每一雙鞋我都可以行李蹲下 真的 我跟你講你外面看這個鞋就算長得很像 沒有一雙鞋可以讓你這麼活動 而且通常都是兩條袋子的 它的袋子非常立體 我跟你講這種兩條袋子的 如果你的做工跟它的旋形弄得不對 它整個就會變得很廉價 跟那個氣場就是不對 然後這個鞋跟比較高一點 這個是6公分 但是穿起來大概是多少 3吧 只有3的感覺 我也覺得應該大概3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袋子 是做立體膨膨的 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一款真的舒服 因為它袋子是膨膨的 它裡面兩條兩條 剛接觸你腳的那個所有的面積 都是很像是枕頭在碰你的腳 那你講一下你之前穿這種細細袋子的 是怎麼樣的 再可以小時候穿這兩個 你就會看到我四個八本啊 我就對稱四個 我就一二三四四個 我裡面都磨爛 你這樣子你的腳被變成肥皂七星 你知道嗎 對啊 我腳超多八很難 你看到這雙有多麼的時髦 好好看喔 而且真的沒有 很多人問袋子會不會磨腳 完全不會 這是我最在乎的地方 你看我腳上那個八 欸我還拿擦臉部的幫品 擦我腳上的八 你就知道我怎麼覺得 那個蛋八的 對啊 你就知道很煩喔 來這種我知道你們最害怕的是這種 這邊會割 割前面腳指頭 然後腳背這邊也會割對不對 你可以現在近距離看到它整個是圓弧胖胖的 這是滑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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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綿綿的 它就是個彎曲的枕頭 對好像就是枕頭鞋 它就是個彎曲的枕頭 然後啊我一般因為我腳真的特寬 我一般這邊要嘛是塞不進去 就是這邊前面第一條袋子 然後塞不進去 那如果很幸運的塞了進去之後 我走沒幾步之後 大母哥跟小妞妞那邊就會 開始紅腫 因為太勒然後會抹擦你也會嗎 當然啊 因為我超級喜歡穿這種歐美這種兩槓 然後你知道嗎 因為我太想要 然後我媽在我年輕的時候 跟我說過一句話說 欸你這死人喔 你不要想這種鞋子 我們家腳就是太肥了 你這種鞋子你不會穿穿得進去 媽媽怎麼沒想到中涼化啊 因為我媽這輩子也沒穿進去過啊 所以她一想說你也不可能 對因為我們家腳就是特肥 沒想到過了一代之後 現在實在 居然出出來了 很先進的啦 好舒服 但是先說這一雙如你腳 瘦又窄的你不能買 啊對對對 我們不行了 不行了 不行了我們直接說 因為這雙是肥腳友善 寬腳友善 寬腳友善 沒有可是像我是瘦 但寬也可以 瘦 但是我都可以 又瘦又窄 又瘦又窄的腳 你就不能買這一雙喔 記得喔 記得喔 不准浪費錢喔 不准買喔 對再怎麼買都不准買 對 又瘦又窄 這一雙完全是給大腳活 大腳活超級適合 欸我現在完全按 這隻需要一點核心是不是 對 來 來舉起來 你看 好舒服 你看我多麼寬的這個兩斤 而且你看得出我們一個是高腳被患者 一個是拇指外班患者 對完全被泡在裡面的 我們現在的畫面應該蠻美的吧 應該是美的 而且重點是它下面這個又還是一樣 每一雙都有做到這個防滑的這個 欸防滑真的超爆重要的 對啊我剛下雨天穿絕對不會摔死欸 你再怎麼美 你只要滑去高雄你就肩回家 這個也是一樣可以 每每一雙鞋我都可以心裡蹲下 真的 我要你外面看這個鞋 就算長得很像 沒有一雙鞋可以讓你這麼活動的 而且通常都會 譬如說我現在感光車走超快 然後我走鞋子還在原地 然後人已經走到前面 它會飛掉嘛 你看我們現在是超牢固欸 你看我們這個是完全是挺的 你說的那一種應該是它整個袋子是 不成型然後軟軟爛爛爛的 那一種你就會容易有剛剛那一種 就是那種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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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再來它是這個有厚度 所以你穿進去的時候 是整個穩穩的包住你的腳背 所以是正常版型的腳也可以買 是過瘦跟過瘦 對過瘦的那種 這雙你就不要買 對 那基本上一般大部分的腳型 呃完全穿起來就是你一定會愛 這雙我跟你講真的歐美感十足 你知道嗎 你的杏色真的很延伸 然後白色就是很度假跟很休閒的感覺 對呀你真的配一個度假洋裝 欸你這個如果可以寬護你的氣場會超級爆表 對 整個是很質感的那一種欸 很時髦欸 對呀你看這個 我跟你講穿好的鞋子出門 你那一千去幹嘛 你真的心情會很好 因為常常不是像我女生說 我今天穿一穿很難穿的鞋子 我真的腳都被殺死了 你會魂不守舍 對你就會走幾步路你就要坐下來 對 就沒辦法 而且男友也會覺得你超爆煩的 對呀那時候 你們家鞋子我真的可以走去抱走 有像我們來演一出戲 你現在男友說 寶貝我的腳好痛 我不能再走了 可以坐一下嗎 是喔可是好啊 那我看一下這附近有沒有咖啡廳頭 啊你下次可以買鞋子 可不可以買舒服一點的啊 對啊就好啦我找一下咖啡廳 什麼鞋子 這會 欸這個不是這不誇張 完全不誇張真的 對啊因為你只能找咖啡廳坐下來啊 就只能坐下來 這很無聊 但是我跟你講你穿這雙 保證可以逛街 我想想看這一雙除了逛街之外 如果你要去個 去哪裡啊 就前年逛全年就OK啊 擺在裡面 就是這種 可是去哪裡都可以 對啊只能你不能算去 運動啊 不能去拉山啊 土壤的地方不行 對土壤不行啊 對 就是只要是關於美的 然後就算是要走比較長的路都可以